柯文哲現在人還在看守所裡面 就有支持者在網路上發起 寧靜革命星光陪伴的活動 要號召小草們到台北看守所外面 陪伴柯文哲 他表明活動是安靜集合 也要安靜解散 所以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也到場深圓 不過面對媒體的提問 則是低調回應 柯文哲的妹妹柯美蘭 晚間現身北所外 原來她是來參加 由小草發起的靜默活動 面對大批媒體詢問 她也表達靜默不發抑鬱 柯文哲遭到羈押第二天 有支持者在網路上發起 寧靜革命星光陪伴活動 號召小草到土城的台北看守所 陪伴柯文哲 現場聚集了大約六七十名支持者 包括民眾黨秘書長周渝修 全國部分區立委提名人李珍秀 都到場聲援 活動召集人表明安靜集合 安靜解散 到臺北看守所陪伴阿伯 時間從晚間七點半到十點 支持者現場發送綠色主蜻蜓 卻出現一些藍光跟紅光 主蜻蜓亂入 讓小草們很困惑 民眾黨方面表示這是支持者自發性活動 組織部並沒有協助 但因為活動沒有申請 夏區警方也到場舉牌警告 提醒支持者儘速解散 而就在柯美蘭要離場時 現場一度因為推警發騷動 也成為這場寂寞活動意外插曲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綜合